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城市的名称 包括纽约 东京什么的 你都会觉得是习以为常的地方 但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就看到加尔各达这四个字 非常的异国风情 那时候我记得他说应该是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 真的小? 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 哇 原来世界除了纽约跟东京 原来还有其他地方 第一印象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后来其实 为什么后来又谈到了其他情文或什么的 基本上正好他又是我目前遇过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一样乐器 所以你说这个是刚好吗还是怎样 其实都是把他自己会串在一起 对好像生命中有一些片段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可是明明中他的出现都是有意义的 而且甚至是过了好几年 他才慢慢的结合这样子 就是小学知道西塔琴 然后知道印度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认识了西塔琴 对 那你当你自己本身在2004年的时候 有机会真的是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 那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 去那边看到的东西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印度人跟台湾人有什么不同 这问题就很难回答 对 可是去了越多是会越发现 其实让我更确定人类好像都是一样的 虽然文化可能会差很多 但是越去会觉得 越让我自己坚定觉得人类其实并没有不同 只是我们误会了 对 就真的就这个七情六欲来讲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真的是不同的文化在表现上都会有差异 那像你今天带来这个西塔琴 你说是你现在最喜欢的乐器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乐器这么有吸引力呢 因为一开始因为买错一张专辑 让我听到了西塔琴的声音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一种乐器是像猫咪叫的 因为它的声音很像猫咪叫 后来又知道它的外形之后 我觉得哇 这个长得有点像 像鱼公吗 还是猪肋牌 反正就是 不是一个很群长的一种 我觉得就是像个艺术品啊 对 但是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印象投特在上面 但是它是一个美好的想法这样 对 所以后来把它的声音跟外形做结合 我现在还找不到 你知道 那么喜欢的一样的乐器 都大爱是这样 是 那其实 我想你刚刚虽然有提到说 在真的是 去谈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 所有的人是一致的 可是真的我们对于一般的 印度的文化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 就可能想到这个平民百贵安富翁里面的那种场景 或者是三个傻瓜的那个影片 那种宝来乌影片的感受 那其实印度它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很特殊的 那其实也让我们有 在文化上会有很多觉得很欣赏的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印度的文化 您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呢 最有印象的东西 我觉得是对物质的不浪费 不管是我们常常在路边看到有一些旧家具什么的 在印度几乎不会出现 基本上你只要一拿出来什么 都会有人去使用它 然后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 以我们一般人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生活不太好才这样需要这个 可是后来越火越觉得 我们必须这么做 地球可能才有未来 就是它是一个环保的概念 尤其是我住的那个城市叫 Valana Sea 然后每天有12小时 可能是限电 其实基本上是每天 就是可能早上都没什么电 然后晚上才让你点点灯啊 或充充电这样 对 那一开始当然会觉得 哇 这可能是一种供应来不及需求这样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这其实也可以转化成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 人其实活着是靠空气食物跟水 并不是靠电力吧 有道理啊 这跟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一些议题 其实 台湾人真的是有时候 这些东西会比较无限制的使用 我觉得这也不用否认说 可能太长浪费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可以检讨 反而是我在那边学到这些类似的东西 对物质的那种就是需求度 没那么高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其他生命上的想法会更开阔 是 真的现在你提到一个很棒的一点的观察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在 一般在接触印度文化比较少看到的这一面 就像你说的 在大自然里面 任何的生物不要废弃的东西 其实就是被另外一个生物拿去用 这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可是我们人类却用一个阶级的想法 让它觉得好像 没有这个就是不太好的生活 对 其实就是观念啦 就是去那边看到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 你是要拥抱它还是抱怨它呢 我不想在那边每年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在抱怨这些事情 所以我选择拥抱它吧 对啊 停电 啊 不错 享受这个停电之外另外的滋味 享受一下 灼光很美的 是 大概是这样 那其实 其实想到这一点 我们就想到 虽然这个印度他们的这个社会是 是这样子息息相关的 好像彼此之间的这个需求是可以流动的 可是他们的阶级却并不是这样 那他们在阶级里 他们是有一个四个明确的阶级 第一集是 在影片中提到是祭司 那再来就是管理者 可能再来就是这个 平民的这个商人啊 可能从事一些贸易之类的 最底层的从事一些劳工的工作 他甚至于是称之为不可碰触的一群人 那像我们这部纪录片 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Son of Untouchable 感受到这个 Untouchable好像它有双重的意思 一方面是可能说这群的人 他太低阶了 我们不要去接触他 可是在这个纪录片中 这位音乐家好像他希望能够去传达 他觉得从这群人身上 他碰触了他心里有一部分是 从来没有被碰触的这个部分 那您自己的经验呢 其实这个东西 从两个我觉得主要的观点来看 就是他们当初 会有建民的出现 可能就跟他们的 可能跟战争史有关系啊 跟历史有关系 然后才导致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一开始 我在接触印度文化之前 就是在当地生活之前 我以为这只是教科书上写的东西 可是现在都已经2013年 我最后一直去应该是2011吧 这个东西还是在社会上普遍的存在 对 然后你说他们是不可接触的人 但是他们又 印度社会又需要这些人运转 因为有些工作非得这些人来做 就是如果你总线比较高的 可能不太愿意 包括垃圾场啊 或者是常常看到什么千人洗衣服啊 每天洗12小时那种 或者是对 一些甚至是屠宰业 都通常都是由他们口中的 不可接触的那些人来去执行这样 影片当中音乐家 在建民身上学到的东西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 很多人是用我们从来没想象过的方式 生活着 所以我觉得 遇到建民能学习的东西 绝对是他在美国没有看过的 那光这样基本上你就可以 再回到自己的内在 再反省一下 诶世界上竟然有这些人在生活着 那我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更自在的 然后不要太怨天尤人的那种心态 因为毕竟很多人过得很辛苦的 大概是这样 的确 而且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生活 当碰到他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奢侈 对啊 越去越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偶然的 是 我们人能好好的接受 可能是好好的教育啊 好好的食物 好好的医疗保障 能享受到这些美好的事物的地区 并不会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大 那其实像影片中的这位小提琴手 他是等于是到印度去寻找他的这个音乐上 在创作上面的一些刺激 那您看到这部影片之后 其实对跟你自己本身去印度的历程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类似的 那您怎么样看这部影片呢 其实他的身份应该算是一个西方非常杰出的艺术工作者 然后去那边取集新的养分 然后我自己去的时候是觉得我透过印度 然后再看看世界长得有什么不一样 遇到的冲击我觉得是比在教室里面 就是你有时候走出教室外 非常常看到一些很让你吃惊的画面 包括可能狗有时候会趴在牛的身上 就是流浪狗跟流浪牛 他们有时候是住同一个窝 类似这种感觉 对像这种冲击我觉得是可能在教室里面 绝对不可能碰到的 对有时候反而在外面就觉得 哇既然他们有时候影片不是有在煮奶茶吗 是 然后我们就常常看到有一些煮奶茶的人 它会煮到完全不怕烫 手可以进去当搅拌棒 在煮的时候 类似这种事情 那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是要喝还是不喝 但是问题是 它是 如果是个美好的事情 那你就去记忆它吧 大概是这样 反而是在教室外的事情 学习到更多 对关于人性方面 是 那其实对于人性上面的题 我想是非常的深刻 可是当你有一个音乐的这个背景 你再去接触到不同的音乐 我想那个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那在影片中 有一个这个印度的神父 他其实就比较西方音乐跟东方音乐的不同 他有提到说这个西方音乐 它是比较有结构的 它重视和声 那东方音乐它比较有重视旋律跟这个即兴的部分 那尤其印度音乐它很主观 那您自己也有这两种这个音乐的素养 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很多人遇到音乐形态 会把它当成就是不是A就是B 可是如果你把它在细分来看的话 为什么它会即兴 为什么它不照加过来 其实有时候跟他们庙里面 庙空在拜拜的时候有关系 就它可能是一个仪式的伴奏 然后你能保证你谈完它一定能做你的仪式 有道理耶 其实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是照我们就是那么想象化 其实你把它拉回到实际生活 然后看它乐手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如果把它结合之后 你就会对答案更清楚 就是我现在比较建议 因为现在全球化 然后你什么事情上YouTube看都有 对现在年轻人很清楚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发达 得自己去走一趟 对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把全球化放在你学习的一个标准里面 很多事情现在不该神化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人类是吸二氧化散存活的 这个已经被证实了 所以应该是以比较开放的态度 去比较我们的身边跟这些事情 跟异国文化的相同性 你再去研究它的异同性 这样会更了解一点 对不然常常讲到异国文化 就好像是一种神话故事或什么的 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们毕竟可以跟自己的生活做连结 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 而且刚刚欣展您提到就是说 它这个即兴可能是来自于他生活中的变化球 对 任何一个事情 它都可能没办法照谱来 可能婚礼 要弄两个小时 突然新娘舟比较慢 要变成两个半小时 怎么办呢 当然是继续 那不即兴怎么办呢 对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音乐 跟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它可能不是属于一个殿堂的演奏 演奏的方式 另外在影片中他其实有提到一个印度音乐的特色 这个不是太好奇还是要问一下 他提到的是这个加码加 那他说他这个加是在音符之间移动的这个意思 那今天您特别带了这个西塔琴来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示范一下 他所谓的这个音符之间的这个移动 是什么感受呢 这样吗 那我稍微 我觉得只用一件事情讲这个好了 因为我到了印度 第一个问我的西塔琴老师的事情是 就是老师什么是印度音阶 就是阿花哲的Indian scale 对 然后他一开始的示范让我蛮吃惊的 他弹起来大概像是 然后我一听到我就觉得 这位不是 就斗仁弥发 斗仁弥发 是斗仁弥发 后来他就 啊 wait a minute 他又弹回去 然后我正觉得 老师应该不是这样吧 印度音阶不是应该是有一个那种 对有一种感觉 对 他又示范了一次 但是他这一次是用刚刚讲的 那种微分音或者是滑音的方式示范 像是这样 你一个很简单的音阶 我们都觉得来印度应该是学印度音阶吧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特别是学印度的呼吸跟讲话 用琴讲话 他有感情在里面 对 所以一个Doremi 你只要把微分音用进去之后 是 你也不太在意它是不是Doremi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你 对 已经设定好的一个氛围 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看到歌词 是把它念出来还是把它唱出来 真的 这个比喻还不错 对对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如果以字面上来看的话 一二三四五 但是你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感情放进去 每一次的感情不一样 其实它就造成了它这个即兴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每一次如果说话 你觉得刚刚讲那句非常的优美 那你还想再优美的话 那我相信它可能还会再弹一次 其实它每一次弹音之前 乐手本身 应该都会先知道你要弹什么音 先唱出来 是 然后再去做手上的动作 包括是 它其实也可以同步 所以当一个乐手 如果你弹的时候都可以 但是你并不太知道自己在弹什么音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一个知识 只是知识而已 但是如果你可以同步 或者是一起 把这个感觉做出来 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对 那今天一定要特别这个 请新泽 很难的邀请到你 然后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你想要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音乐呢 那好吧 稍微即兴一下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 西大琴的感觉 其实就有点像那种 星球跟星球在移动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把那种感觉有记录下来 然后做了一个作品 叫做《太空漫游》 就在讲那种地球啊 跟其他星球 然后在同个空间 好像会撞到 但是又不太会的那种感觉 对 大概一小段就好了 好 请订阅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 谢谢欣泽 听起来让人家觉得很 很平静的感觉 对啊 因为其实就是把那种 平常可能在黑暗当中 那种感觉捕捉下来 然后再转化成 你要的声音 可能刚刚那个就是我 目前所能 做得出来 符合那种情境的感觉 是 那其实我们在这一部的 这个纪录片 它其实有透过一种 比较倒序的手法来 来诠释 那一开始我们就看到 这个Walker他 穿着红色的衣服 到舞台上演奏了音曲 他放进了他的这个 印度的这些感动的元素 进去的一首歌 然后在纪录片他在 去回溯他的这个印度之旅 那这个其实跟您的 力尺有点接近 那是不是谈谈你在音乐 这条路上您回头看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受呢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 谈起来的形式可能是要 传承印度文化啊或什么什么的 可是我很明显的是一个 汉传文化的小孩子 然后又是格曼兰族的后代 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我这辈子做音乐 我应该也有我自己 想说的故事要传承 甚至是有一些 我们自己古老的元素 我也要继续把它传承下去 听您这样谈 我会觉得说现在 我们一直都在谈一种 文化上面的一些跨界 那您自己也曾经有 跟这个云门二有 这样子的一个跨界合作 那合作了一个作品 叫在路上 那这个作品也只是 有得到大奖的 那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 你想要传承这个文化 可是你藉由的方法 未必是这个文化的 这个一门深入 感受到也有一些这种跨界 去让这个文化可以更多元 更丰富的一个意念在里头 那是不是可以谈谈 跨界这件事情 对你的定义是什么 外面的是可以让你有新的观念 甚至是你可以使用它 当为媒介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在自己的身体里吧 包括自己的文化里面 自己的状态里面 有时候真的要透过出走 才能看到自己的这个价值 那最后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样看 定义流浪这件事情呢 讲到这里有点尴尬 因为我一直觉得 不管我们自己愿意之后 然后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不管它再艰苦再困难 我都觉得只是一种困难旅行而已 是 对 流浪对我来讲 好像是一种单行道 是 对啊 然后讲到这个 其实有一次我拍一个影片 然后访问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贝贝 然后我就问他说 贝贝啊 以前你是当什么兵啊 为什么你会愿意来台湾啊 对 然后他的答案 然后我吓一跳 他说他当天下楼买个东西 然后路就被封起来 他就问他是哪一边的 然后他 对 他就 讲说是哪一边之后 他就直接被运上船 他就是因为买个酱油 然后 就再也没回家 他看过自己的小孩跟老婆这样 是 然后后来开放探亲嘛 他回去就完全面目全非 所以他到现在哦 对 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去向 是 但是我相信他们不见得是都已经过世或干嘛 但是他就是找不到这样 是 嗯 有过这一段 所以会觉得哇 我觉得我们这种根本不是流浪 就包括对啊 Walk他应该也不是流浪吧 是 但是他是一种自我探索 嗯 对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星泽来跟我们座谈哦 真的我们给流浪太多浪漫的因素 嗯 可是我们有时候真的真正的流浪 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无法选择的 真的 的无奈在里头 可是当真的 我们碰到生命的瓶颈 有时候透过出走 反而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在地的价值 看到自己内心从来没有被触碰过的这一块 我想有时候暂时的离开 嗯 他为了反而是更接近我们的内心 那今天感谢星泽来跟我们分享 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正词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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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